詞・曲・編曲 初音樂 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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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音樂 我想這個計畫最主要是做行業教育的模式的建構 以及成效的一些探討 計畫的團隊除了我之外 还包括航管系李嘉敏李主任 以及航管系的一个博士班学生 跟海修系的一个寿司班学生 分别是杨芝凯跟谢长玉 当初申请这样的一个计划 最主要目的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计划执行 把我们的海洋教育能够普及跟推广 因为我们知道在海洋会 现在的政策当中 中之海、青海跟爱海的一个政策当中 也希望全民能够共同来参与 所以我们十一住行预乐当中 其实也都跟海洋有密切的关系 吃的部分所吃的海鲜 就是从海里面来取得 那在行的部分 尤其是船舶海上的一些交通运输等等 也都是跟海洋有关 所以藉由海洋教育上的一个推广 跟活动上的一个执行 可以让大家更认识海洋 在这个计划最主要的一个执行成果当中 我们把相关的研究成果汇整 然后去做了国际期刊上的一个投稿 那现在也会接受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所研发出来的教案教具 为了把这些专业的内容 获得到一些保护 申请了两个专利 那五个教案的部分 透过学生们在推广之前的训练 那教导他们怎么用之后 我们也总共举办了实机场 让好几百个学生 校外的学生 或者是国中小学生 以及一般社会大众获得到参与的机会 在教具教育草的部分 我首先说明一下 这个摩西分海的一个教具的设计 这个教具主要是希望来呈现 潮系长退潮的一个现象 让大家能够透过这样的教具 来了解到潮系长退的时候 所造成的一些地形变化 以及海洋生物上 他们的分布状况 在另外一个教具的部分 刚刚提到 我们在海上航行 所利用到的交通工具 就是船舶 所以当船舶在航行的时候 它所受到的一些水的阻力 或者是航行的时候 所产生的一些水的流线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教具来看得到 不同的船型本身 它受到的水流阻力的情况 以及它水流的一些水线 之间的一些差异 后续当然既然已经有这样的一些专利教具 我们也希望能够持续把这样的一些成果 透过更多的一些活动推广的机会 让更多人来参与 共同维护海洋爱护海洋的任务 在机场活动办下来 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些海洋性的活动 是非常感兴趣的 所以未来我们也会持续朝这样的方向来走 希望去争取更多办这种海洋推广教育活动的机会 甚至可以把这个场势 除了场势变多以外还要变更大 让全民共同参与的机会 能够越来越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